字幕提供 劇情高潮疊起 擁有高收視率的《冰與火之歌》影集 製作單位HBO為了回饋廣大影迷的支持 特別送出大禮 邀請影迷到泰國參加在4月底 登場的世界動漫大展活動 其實每個角色都很喜歡 因為裡面每個角色都有自己各自的任務那些 所以我覺得很好看很棒 這項抽獎活動全亞洲包括 台灣在內只有5個國家的觀眾朋友獲獎 而在曼谷舉辦的世界動漫大展 參觀者透過VR虛擬實境技術 彷彿置身在《冰與火之歌》影集裡 而獲得這個千載男逢免費參訪機會的幸運兒 不只要是影集的忠實影迷 同時也要申辦凱博大光明的數位有限電視 才有機會參加抽獎 HBO提供這樣的機會 讓我們的收視戶可以來跟我們一起來同樂 在欣賞這麼好的節目之餘 還可以出國 台灣地區呢很榮幸能夠邀請到兩隊的收視戶 一同前往泰國去參加這一次動漫展活動 那我們提供機家酒三天兩夜的活動 那目前呢在亞洲區其實是 還沒有類似這樣的活動 另外要跟大家特別強調是 我們《冰與火之歌》第六季 將於4月25號早上9點全亞洲首映 希望所有收視戶能夠盡情著實收看 HBO炸大錢拍片 就是要讓影迷收看高品質的內容 而透過回饋活動的加持 在4月底開播的第六季 《冰與火之歌》影集 勢必又將在台灣掀起一波收視熱潮 改播大大百數位新聞方思維郭哲明 採訪報導